急性肾衰竭是临床常见微重症,启发病率和死亡率,在我国至高不下,造成国人急性肾衰竭的一个常见原因是烂用药物,包括西药、中橙药、中草药等各类药物,作为药物代谢和排泄的重要器官之一,肾脏对药物非常敏感,烂用药物会增加肾脏损伤。 医生强调,一旦发生急性肾损伤,约有25%-30%属于不可逆转的,进而发展为慢性肾脏病,再到尿毒症,直接进入透析或等待肾移植。 卵质抗生素药物是常见造成肾损伤的原因,含马豆磷酸的重要深度性强,增强克拉检查中的造影剂很伤肾,近年,增强克拉心血管造影,境内肾瘀造影等各种影像学检查被应用,引发急性肾衰竭越高常见。 在使用造影剂后,可短时间引起急性肾衰竭,损伤肾内血管收索,对于高龄人群,患有三高级慢性肾功能不全的病人,应当减少造影剂的使用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访问TT News.xyz获取更多相关资讯。